何清联,期盼中国在当世界经济引擎只是幻想,2018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普遍归因于中美贸易战。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仍然是放缓各国,都希望尽快结束中美贸易战,以便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增长,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引擎,成为资源国的最大购买者。 发达国家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德国号称欧洲经济的关键引擎该国企业界也如此期望。 抱持这种期望的人,不明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国经济衰落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 中美贸易战,只是加快了衰落的进程,而以中国人海外买买买,悄然终止过去15,6年中国人在外买买买,早已成为拉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这种买买买分为投资包括国企海外大规模,并购与私企海外投资,以及海外旅游兼奢侈品购买这两条途径。 中国的海外投资看起来,依然强劲。 2018年9月中国商务部等三部委共同发布201。 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582.9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全球第三位。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 Dansorn数据显示2018年1比9月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1,068.9亿美元同比增长11.2%。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但与此同时近几年,在海外扫货式狂买资产的几家中国民企海航,万达,安邦,复兴等,正在建价变卖资产转回国内。 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 据金融时报,统计从2015年至2017年4月,中国海航集团在全球的并购金额超过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00亿元。 如今海航正在一点点变卖资产,从股份减持到房产甚至海航的办公楼,都降价出售。 去年12月26日,在2018中国品牌论坛会议期间,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2018年海航一年处置3000多亿。 人民币约合440亿美元资产创造了一家企业一年处置资产的世界之罪。 必须指出的是,这几家中国民企的负债率,都高达70%以上,他们海外狂购资产的资金,来自于国内银,行借贷或发行理财产品。 伴随着这些资本巨头,海外团购的是中国外汇储备,急速下降至2016年年底,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关口。 中共总理李克强,不得不面对尴尬现实,就在我的鼻子底下,看着上千亿,上千亿的资金,走掉了。 在此情况下,中国银监会于2017年6月7日,要求排查包括万达、安邦、海航集团、复兴、浙江罗森内里在内数家企业的境外受信,及风险分析重点关注并购贷款及。 内保外贷的情况,开始了外汇储备保卫战,中国民企巨头变卖资产回国,以及中国买家的减少造成美国纽约、澳大利亚等地的房地产价格下跌多年来。 持续增加的中国资金,成为推动全球房地产价格走高的主要因素从去年开始。 由于中国政府继续对资本外流实施严格管控这一走势,正发生逆转。 据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数据 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集团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出售了价值2.333亿美元的欧洲酒店、鞋子楼和其他商业房地产,仅买入5810万美元的欧洲房地产。 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出售于10亿美元房地产卖入房产,2.3亿美元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也因中国买家锐减,而趋于冷却分析师的预计几乎一致2019年房地产下跌趋势,绳将延续。 中国早就不是外商的投资福利,华尔街日报曾刊登,在华梦想破灭。 美国企业家准备打道回府,18年12月14日,文章谈到在华外企受到成本猛涨,税负攀升,政策收紧和反复无常的监管规定影响。 普遍认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好日子已经结束。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文章所谈问题,其实是中国投资环境的老问题,2005年2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Jeff Dyer的文章《中国外企》的福利还是坟墓除止出土地价格与工资上升之外,外商在华投资,还必需付出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 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这两类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费用。 文章特别指出,外部成本中的知识产权困境。 称美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及大利器打官司。 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清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也都遇到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令起炉灶之事。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这一问题,延续至如今,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一直吸引住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美国、欧盟等国资本,但并非所有的外商,进入中国都能赚钱不少杀以而归。 第一波撤资潮,发生于1999年至2003年,产业资本为主。 第二波撤资潮,发生于2008年末至2013年,制造业、金融业都有,现阶段的撤资,始于2015年末的第三波撤资潮的尾巴。 我一直在追踪研究中国的外资,发现三波撤资的原因大同小异,都与成本土地价格、工资、税赋、投资的制度环境变化有关堪窗二类。 Bug的是香港富商李嘉诚中国大陆,是他的投资福利,他在高峰时期就准备全身而退。 其旗下的潮河系从20。08年开始,就在中国不停地甩卖资产。 同时在欧洲开始新的资本布局,到2017年底,李嘉诚十年之间,在大陆套现了1500亿。 原资产在欧洲的营收,已接近四成,在大中华地区的营收,只剩下三成。 台商郭台铭发祥于大陆但从2015年开始毫不犹豫地离开中国对投资地重新布局。 上述事实说明,中国早就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利。 中美贸易战,只是坚定了外商撤资的想法,加剧了中国的困境。 中国消费者需求遭到房贷严重挤压被各路媒体热炒的是苹果公司痛失中国市场。 但是苹果痛失中国市场只是提前了一两年而已。 中国的居民消费力不断下降,并非使自今天被许多外部分析者忽视的事。 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并非贸易战,造成而是中国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造成的。 贸易战对此影响不太大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扩大2015年以来,连续三年攀升2017年,达到0.467超过。 联合国确定的警戒线,0.4经济学理论早就揭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只有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增长。 台队一国的国内消费增长,有推动作用麦肯锡,2017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撑起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三分之一。 其中很大一部分奢侈品消费,在境外购买对国内消费增长作用有限二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制约了居民消费的长期增长潜力。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28%,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49%人均负债。 据官方公布为17万元,2018年1月,就有人预测当年人均负债率会超过60%个人购房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 所有行业,都将被房贷拖累。道理很简单沉重的房贷,必然对居住类以外的其他消费,产生极出效应。 让中国购房者,在应付房贷之外,无余力增加消费,与其幻想中国拯救经济。 不如调整本国经济结构,不管外国分析者们,如何期盼中国经济好转,并继续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之路,早已走到了尽头中国政府,虽然是全世界管控经济最强有力的政府。 但现在面对国内经济也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印钞,增加政府投资。 中国央行于今年1月初,宣布将银行存款准备金下调一个百分点鼓励银行增加放贷。 此举将释放1.5万亿人民币,这是不到一年时间之内的第五次降准与此同时。 发改委密集批复于1.2万亿元城市轨道等项目基建,再呈政府稳投资关键。 只是多年以来,中国金融早就拖时向虚心增贷款并不进入时。 体经济而是流向房地产、股市,转化为泡沫不久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称,通过这种信贷刺激,中国似乎已经到了一个收益地减点新债务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务。 以至于要实现同样的增长需要的新债务是过去的三倍因此。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保证贷款,不再转化为泡沫。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全球化,正进入逆转息的各种摩擦与动荡。 特朗普上任后,并未摧毁现存的全球贸易体系,而是将其调整为两个不同的体系。 一个是美国与其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自由贸易体系,另一个未被纳入这一自由贸易体系,包括中国等国,目前这两个体系都未完全成型。 但中国经济,不能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已成现实。 各国与其盼望中国经济复苏后,拯救自家经济,还不如趁此机会调整本国经济结构。 适应没有中国充当买家与投资者的状态。